- 無線充電正夯 嗨各位束褲們,我是陳武朗 歡迎來到束褲3C團 無線充電正夯 我們之前開箱過的無線充電器 大多都是平放的 我們手機直接放在上面就可以充電了 非常的方便 不過大家有沒有想過 如果是說訊息突然跑進來了 我們就要把手機拿起來 看完訊息再把它放回去 會有點小麻煩 那市面上也有直立的無線充電器 那你可以手機放在上面 有通知來可以直接看到那個訊息 不過一般直立的無線充電器 價格會比較貴一點 像我手上的這一款Pixel Stand 這個很方便 你手機放進去它的角度讓你剛好 就讓你可以直接看到通知跟訊息 售價要2600多塊 我在想 有沒有一種東西 是可以讓我們平常比較平價的無線充電器 直接變成直立的無線充電器呢 剛好就有這樣的東西啊 直接進入這個開箱主題 我們收到一個叫Creatment Studio 回門寄來的無線充電板支撐架 這東西也還蠻酷的 我們本來以為這個東西就是一個 不過呢它的完成度之高 讓我們覺得非常有趣 現在就來開箱給大家看 那聽廠商說呢 他們之後會在 會在折折上面募資 那這個東西我們有看 它在國外的募資價好像是 8美 所以台灣價格應該也會差不多 那這種一次性包裝 什麼都會都是用比試去弄的 還蠻環保的 連這個也都是G 那我們先來試試看 我們手邊的無線充電器 可不可以放到這個小玩意的上面呢 那用法呢 就是把你的無線充電器 放在這個夾層中間 然後後面有一個旋轉的螺絲 反應轉 就可以把你的無線充電器夾住啦 這樣就可以了 放得上去的 OK 沒問題 這在給我看一下嗎 這怎麼可能放進去啦 這個魔法陣呢 也是可以塞得進去這個厚度的啦 但是太大了 下一位選手呢 是小米的20W無線充電器 這個無線充電器看起來就比較厚了 可以看到它的底桌下面是有散熱的機制啦 所以它的厚度會比較厚一點 沒有問題 也是OK 連這個有散熱裝置的無線充電器 都可以放進去 所以這個厚度也是沒問題的 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什麼特色吧 第一個特色就是它的支架的角度呢 是有特別設計過的 這樣的角度好像是73度 讓你的手機放上去 平常在使用的時候呢 可以直接 解鎖你的Face ID 或是一下可不可以解鎖Face ID 當然不行 又是拿Pixel iPhone放上去的確是可以解鎖的 第二個特色呢 就是它可以直著放 也可以橫著放 那因為Pixel 3插在它本身的床度比較高 為了讓線圈可以對到手機的位置 所以其實它的上下是可以調整的 高一點 然後 這個 完美的角度 那除了這樣子直著擺以外呢 你也可以把它橫著放 不過大家應該會發現 如果你橫著放的話 你的手機會跟這個無線充電器的高度相差很多嘛 所以它這邊做了一個很酷炫的小玩意兒 專門讓你橫放用的小支架 可以平常鯊魚型小旗 這三格的位置 你可以依照自己手機的這個寬度 去放到一個你覺得比較合適的位置上面 那是我們自己動手組裝的感覺真的很棒 不讓你會隱形小時候做螺形的感覺 是不是這一組這個支撐桿 男生應該蠻喜歡的 當你把它喬到最確的位置以後呢 你的手機橫著也可以無線充電了 那你就會很方便的一邊追劇啊 一邊吃飯或者你想要做其他事情都可以 第三個優點呢 因為它下面是空空的嘛 所以如果你手機邊充電的時候 你還想要邊聽音樂的話 那下面是可以接你的Lightning耳機 或者是Type-C耳機的Bling 沒有問題 可是因為我這個Type-C耳機它有點卡 我就會需要剛才那個像7 把我的手機稍微架高一點 因為大家的手機可能尺寸都不一樣嘛 所以就自己調整 看到很多無線充電座 它的下面因為是整個是10星的嘛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邊充電的時候呢 邊去使用你的手機耳機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款的自由度算是還蠻不錯的 最後一個優點呢就是 當你的無線座板這樣子立著的話呢 它後面就會有一個蠻大的空間 可以注意散熱 大家就不需要擔心 你自己的手機充電的時候溫度會過高啦 以上就是我們對這一款 支撐價值的心得啦 那剛才阿顧問說 這個價格多少會買 算個250好了 250塊可以讓你平價的無線充電盤 比如說小米的或者是貝斯的 直接變成質地的 我覺得它的CP值還算蠻高的 而且這個東西 就是看起來不像是軟壞掉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我的的話 300塊一件我就會買 阿顧你呢 那5塊你呢 因為5塊會買AirPower 所以前提是要買AirPower的 最後感謝廠商 因為讓我們體驗一下這款有趣的產品 它現在應該已經開始募製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搜尋看看 喜歡我們這次開箱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還有Facebook、IG跟科技網站 那我們就下次開箱影片再見啦 掰掰 接著回覆網友留言時間 YouTube的網友安德在我們預測AirPower的影片下面說 幹話 你覺得有可能比第一代便宜嗎? 笑死 第二代如果不要無線充電功能的話 真的比第一代便宜要太快喔 第二個YouTube上的網友留言 是在ASUS MAX PRO M2的快速上走體驗上問說 任分我們跟MAX PRO推哪隻呢? 那我們會覺得說 你的使用體驗會比較全面 MAX PRO就著重在它的很大的電量上面 所以你也看自己的需求去考量喔 最後到Facebook的留言 我們分享了小米行動電源3 1萬毫安時的高配版 你把我們把它在下面說 它才剛入手小米電源2C 你可以再買一個小米行動電源3 這樣兩個加起來 你出門給我3萬毫安時的行動電源 充飽飽 掰掰